面对各界批评 主要数据库趴度破绽连连 但截至今早10点 注册人数已经突破23万人 是的 没错 主导这个项目的经济部长拉斐兹 今天保证 系统漏洞和安全隐患已经解决 其中任何人再也不能 擅自用其他人的身份证号码 更改账号密码 与此同时 通讯部长兼团结政府发言人法米则指出 现阶段不需要暂停账户的注册程序 因为有关团队已经立即解决 所发生的技术问题 国家主要数据库巴度 昨天一落地就备受诟病 经济部长拉斐兹今天亲上火线 在社交媒体X平台解答疑难杂症 其中一点是 只要掌握其他人的身份证号码 便可以更改账号密码的问题 拉斐兹解释 巴度系统在进行安全状况评估时 并没有发现到这个漏洞 无论如何 有关团队在昨晚9点多 花了一小时解决了问题 另一个安全漏洞就是 用户可以绕过EKYC电子化验证填写资料 拉斐兹解释 为了让使用过程更加顺畅 用户可以直接登录更新资料 唯有在验证和提交资料时 必须通过电子化验证 他强调 所有资料经过电子化验证才算成功 否则都不会纳入巴度系统中 此外 巴度允许同样的手机号码注册最多5次 这是为了让用户替自己 或者是没有手机的父母注册账号 拉斐兹也说明 凡是18岁以上的我国公民和永久居民 都必须注册个人账号 至于家庭部分 为了让资料一致 系统只限一家之主 填写全家的资料 就算是18岁以下或非我国国籍的家庭成员 也必须记录在系统 一旦一家之主填妥 家庭成员就能进行验证 政府这边乡解决疑 另一边乡的冒工部前副部长 王建民建议暂停账号注册 直到安全漏洞修复完成 不过通讯部长法米表明 民众还是可以继续注册账号 根据经济部的数据 截至今早10点 已经有23万3782人注册 其中11万8115人 或者是71%的用户 已经完成EKY系电子化验证 再开了 再开一声 再开了 背中 刀 遍 病均 再开了 这 这 下